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閉賊更寬鬆,銀行股得戚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231點,收報26797點 成交不算末約,只有686億 今天港股反彈 但實際上,都是在這幾天的波幅區之間上落 即是26,500至27,000點之間 這數百點,500點的水平在增持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自從它突破下降軌之後,紮幅波動 在16日突破後,去到18日 最高升不穿27,000點 最高是去到26985點 然後一直都還行 23日時,最低是26491點 即是大概26,500點 就是見到支持 似有技術性的突破下降軌後的後抽 好,今天又走上來 但暫時還未穿短期橫行波幅區 後市上得到27,000點 最重要是升穿27,366點 即是9月13日高位 如果升得穿,站在其上收市 就會中線轉為綠燈 暫時來看,還是短線綠燈 但是形勢沒有進一步向好 當然沒有進一步轉差 好,暫時亦都希望它 仍然都是一個高低腳 或者是相抵反彈 好,大市的形勢 分析完之後 講回今天的題目 就是說 政策更寬鬆 銀行股得戚 說政策更寬鬆是甚麼呢 首先,內地政策 近日,內地大幅度進行逆回購操作 今日,再做多600億元人民幣的淨投放 一連四日,淨投放了5,600億元人民幣 如無意外,本州的投放量 會創超過9個月來最高 上海銀行同業刷息當然下跌 放那麼多水 內地寬鬆 除了內地寬鬆之外 這一刻,我們還未知道 歐洲央行議息結果 這一場 應該是德拉吉 最後一場議息會議 他作為歐洲央行行長 2011年以來 做到今天 要退任了 在他的任內 歐洲就不停地寬鬆 因為他上台不久 歐洲就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之後他就說力挺 確保歐債 歐元不會散的 不會崩潰的 跟著一路就買債 實施負利率政策 以及實施負利率政策 現在市場關心的 就是他最後一場 以息會議上高 他會不會進一步 負利率進一步寬鬆呢 以及他的接班人 拉賈德 就是法國人 他是IMF的前總裁這位女士 會不會進一步寬鬆呢 雖然知道近期已經寬鬆到的情況是怎樣呢 大家都知道 歐債危機 其中一個歐豬是希臘 希臘的債息曾經升到很高的 幾十利息 不過最近期 其實他是曾經發過這個 三個月期的負利率的國債 是發負利率的國債 當然了 三個月期很短期 但是去到負利率 證明其實 歐洲央行的寬鬆程度 其實去到一個很極點的情況 如果你說那些大國 好像法國上次 上個月 亦都在發負利率債 他那些當然是長期的 十年期的債是負利率 拿來發的 整個歐洲來講 已經很寬鬆了 內地近期 這幾天 放水5600億元人民幣 亦回購 當然是為了這個稅務高峰期 但是都放多了很多水 歐洲 已經是負利率 大家在等它 德拉吉最後一場騷擾 究竟會不會再進一步 加碼寬鬆 另外亦都在等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個月底 三十號 三十一號 下週四 本港時間凌晨 美國聯儲局意識 一般估計都會再減息0.25 他做完這個減息行動之後 日本方面 日本央行行長 田東營已經說了 其實會進一步 都會再做事 都會再寬鬆 他一定會跟著美國去做事 所以日本股市近期都做得很高 創造二週新高 一連串的寬鬆 有什麼效果出來呢 就是對銀行股有利的 先說內地銀行股 內銀股方面 油儲銀行非常強勢 除了因為寬鬆措施 對它的有利之外 內地傳媒都報導 油儲銀行 A股的IPO 順利過關 所以有機會 它發出新股 這隻股票 已經破了位上的 一直衝上去 這些股 近今天來看 就像一個短期的 旗形突破 走勢理想 今天升到5.01元 今天如果可以在5元以下 也可以少駐跟進 我猜你只要不跌穿前浪頂 都有機會一級級 當然 銀行股不是那些題材股 一天可以升很多 或者10%、8%、3%、7% 沒有這樣的事 可能都是慢慢上升 矮子上樓梯的格局 除了油儲銀行之外 中信銀行走勢漂亮的 也是5月以來的最高位 今天升到4.59元 升1.1% 也都是走勢挺漂亮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公佈了季度業績 增長十幾個% 其實它只有那幾倍市盈率 4.5倍都不到 息率都有5來幾 其實有十幾個%的增長率 5倍都不到的市盈率 其實都挺吸引 加上息率也吸引 所以吸引到資金流入去 本身這些其實有基本因素支持它的內銀股 好了 說完兩隻 是小一點的 油儲銀行也不小 中信銀行稍微小一點 說回一些大的內銀股 好像工行一樣 工行可以是一個變相頭堅底的形態 今天升1.8% 走勢不錯的 也都是創了什麼呢 創了今年7月份以來的高位 收5.6元 今天最高見過5.62元 走勢挺漂亮的 工行這麼大隻的 也都看到這陣子就回升上去 當然跟內地放水 和人民幣回穩都是有關係的 這個走勢當然升得慢一點 但是都是有機會挑戰 今年年初這些高位 2月份這些高位 大概是5.9元 這些水平 6元這些不到 今次可能有機會挑戰6元 因為這個頭堅底形態 照量照度 不止的 可能升破6元 建行方面 也是一個頭堅底形態 做了一個後抽 今天也充滿了 當然它還未升穿 6月底 7月初這個高位 7月2日這個高位是6.46元 今天就收6.35元 就未升穿 但是走勢也是漂亮 有機會升穿 升穿之後也是 今年年初的高位 大概6.97元 是有機會被突破的 因為如果照頭堅底 這個量度升幅計 是不止這個水平的 好了 講完內銀之後 除了內銀升得比較好之外 外圍也是在放水的 所以有些國際銀行都受惠 當然跟英國脫鉤 英鎊回穩 這些原因都有關係 好像匯豐一樣 匯豐大家知道了 這隻股份六里幾息 這陣子一直在踏上 雖然每天升幅都不多 即是1% 然後又回到0.幾% 又上了一些 慢慢下跌 其實由60元以下 現在一路一路 就是61.85元 接近62元 今天最高見過61.95元 差0.05元 即是五仙到62元 它突破了之後 估計都是一路慢慢下跌 上去大概64元 這些前浪頂阻力 如果當它是頭堅底來看 又是不止的 有機會挑戰今年5月的高位 高位67.8元 大概68元 這些水平 不過當然 也是那一句 慢慢來的 千萬不要想著 好像踏油一樣 就可以升很多 不是的 銀行股不會這樣 好了 另外一隻 就是連升10天的渣打銀行 最近就踏上來 也都是好像一個 頭堅底形態一樣 今天也突破了下降軌 走勢多漂亮 升風也都比匯豐大 去到69.8元收 有機會突破這些位 上去多少 又是挑戰年初的高位 估計你照量照度 可能80元都到的 這些 但又是那句 是不會立即到的 是有時間慢慢走的 整體而言 其實我覺得 環球都在這裡寬鬆 為什麼會寬鬆呢 就是對應經濟下行的壓力 特別是歐洲 日本那些下行壓力更加大 製造業出現了比較大的問題 美國方面製造業都是下跌 不過製造業不是它的支柱 它的支柱是非製造業 就是服務業 那些就放緩 美國都會減息 減息之後就刺激 內地雖然說明不大水漫灌 但是這個稅期那裏都在放水 雖然是短暫 但也有些刺激作用 對比較利好的 就是刺激到現在的銀行股 無論是內地的 或者是國際銀行股 都比較上升 本地銀行股就要等等 因為本地事件 仍然會拖累著影響著 首先就是關注著 內地銀行股和國際銀行股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 先說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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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